最近我被一個網友發給我的一個問題給難倒了 不包含中國敏感詞的是哪個 我答不出來 4V又是個什麽動動 簡直就是火新聞 這位熱心的網友告訴我 這些都代表了習總書記的正能量 只要你搞清楚了啥是正能量 你就能誤出來了 於是為了找出答案 我絞盡腦汁 花了好幾天時間 又把尋找答案的過程 製作成了今天的影片 那究竟啥是正能量 還得從正能量的起源說起 在胡錦濤時代 中國開始打造和諧社會 不過和諧一詞 在網上有時卻會因為故意敏感 而被一些網站屏蔽 於是網友們紛紛用諧音詞和諧來代替 到了習近平時代 正能量一詞徹底取代了和諧 成為了習總書記最常用的一句政治口號 但其實正能量一詞 並非習近平本人所發明的 真正發明者的背後 其實還有著一個暖心的故事 從2005年開始 中國央視每年的春晚的觀眾席上 都會出現一個 身穿吊帶褲的胡叉男 熱烈鼓掌的特寫鏡頭 此人名叫宋山木 是一家跨國教育集團的創始人 他生意做的很大 在世界各地20多個城市 擁有近300所培訓學校 路子也很野 連續在央視春晚的畫面中出現了6年 直到2010年 因涉嫌強姦罪 被深圳市法院提起公訴而翻車 原來啊 宋山木經常在自己的公司裏 誘騙下屬女員工 對於那些拒絕他 在背地裏議論他的女員工 宋山木就會對他們說 你心情不好啊 就是負能量在作祟 導致你經常抱怨領導 是因為有能量吸血鬼 宋山木還時常會親自約談他們 幫助女員工解決負能量的問題 宋山木說啊 你身體裏充滿了負能量 而我身體裏充滿了正能量 我要把我體內的正能量 輸入到你的身體裏 來中和你體內的負能量 那至於正能量要如何輸入 就請各位觀眾結合宋山木的案件 來自行腦補吧 結果還真的有不少女員工 因為聽信了她的那套說詞 而上當受騙 於是宋山木發明的正能量一詞 隨著案件的曝光 在坊間傳播開來 網友們紛紛開始議論調侃說啊 如果聽到有人對你說 要對你注入正能量 就應該馬上報警 從此正能量一詞啊 開始在網絡上被濫用 又不知哪一天 被傳到了習總書記的耳中 於是 習近平回信強調 積極傳遞正能量 習近平表示 繼續加油幹 傳遞更多正能量 習近平在回信中說 積極傳播傳遞正能量 習近平總書記要匯聚團結奮鬥正能量 或許是因為時常有不少網民啊 在談論總書記 甚至對習總書記治國方針有所抱怨 所以有關部門就替習總書記大膽的從宋山木那裏 引進了正能量一詞 可大家想一想 即使習總書記他再不辭辛勞 也不可能身先四足 照顧到14億人吧 於是有關部門就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習近平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 社會主義建設總設計師 他天才的創造性的 建立起了實名網絡審查和諧社會 全面地繼承和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把中國偉大的民族復興事業 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那有關部門具體如何操作 我舉個例子 假設當有網友們議論習近平的一帶一路 在第三世界國家浪費了大量納稅人的金錢 那麽只要屏蔽習近平大撒幣這幾個敏感詞 這樣的討論就可以被完美的解決了 可在實際操作中卻並沒有那麽簡單 那是因為我們不得不佩服中文的不大精深 和勞動人民的智慧 聰明的網民們啊 開始使用各種諧音詞 象形字來代替被屏蔽的語言 比如給習近平三個字加上草字頭 變成了調 琴 平 習朵朵 扛曼熊 習遠突 清單地 灰習牛 甚至習朵朵的拼音縮寫XDD 也被列入了屏蔽詞 再比如啊什麽雕大打 雕走金 習街平 在2020年疫情期間短短兩個月就有500多個相關習近平的詞 被小紅書列為敏感詞 網易更是曾被人爆出有近三萬七千多個字一萬多個詞被列為了敏感詞 網路敏感詞會屏蔽啊 其實各國各個平臺它都有 有些啊是出於考慮對18歲以下未成年人的保護 比如啊有人在遊戲中給自己的決策起了一個名字叫Smile 結果成了敏感詞 因為其中包含了SXùng 再比如啊 有人在遊戲中給自己的決策起名叫夢露BB 結果不小心也成了敏感詞 因為其中包含露Xùng 像說這一類 ск 我們還勉強能夠理解 但是下面的這些啊 就讓人完全摸不著頭腦了 比如有人在網絡平臺上發帖求助 說自己撿到了一箱小狗 共5隻 可憐的小狗們還沒有睜眼就被人遺棄了 由於家裡條件不允許 在網絡上求助 希望請大家來想辦法幫忙 你猜怎麽著 就只因為文字中包含狗 鬥號共鑽眼 這則求助的帖子 就由於其內容 存在違反相關法律的信息 被屏蔽了 還有人稱發題 說他撿到了一隻流浪貓 可是由於家中 已經有在養狗 貓狗共處一室 恐怕會打架 在網絡上求助 結果無論如何都發不出去 於是網友們紛紛開始總結經驗 和共子沾邊的前言和後語 務必要做好自我審查 不能有狗啊 鳥啊 驢子啊 草啊等字 即使有標點符號來間隔 也不可以 因為一不小心啊 有可能會遭受牢獄之災 這個不是說著玩的 那下面就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啊 廣西濱陽縣 有一名女子趙某 就因為在朋友圈發表 這幫土妃 並配上了當地交警的照片 結果被拘留五日 聽到這大家是不是都覺得可以了 沒問題了 都覺得自己行了 那我們就來一起試著解讀一下 影片開頭網友發給我的那個問題 請問以下不包含敏感詞的是 A 我有一臺獨立服務器 A背後的故事是這樣的 據說有一個網站維護人員啊 大冬天接到有關部門的電話 說該網站上有不良詞彙要其整改 於是他嘟嘟嗦嗦的找了一晚上 終於發現了問題所在 是由於他發布了一條 轉讓一臺獨立服務器惹的貨 敏感詞 台獨和獨立 B 今天的成績比較接近平均分 包含敬平二字 C 為你寫詩為你禁止 是歌手吳克群的一首歌曲 D 其中共享單車的市場份額佔10% 敏感詞中共二字 F 有人抱怨當食洗狗的日子可是真苦啊 其中包含了洗狗 G 您有幾支納斯達克的股票 其中包含了辱華詞彙 H 本品採用立體三維尼龍布料設計 包含了威尼二字 I 然後主板燒了 這背後的故事就更扯了 是有一個網友向賣家售後投訴 說自己購買的產品主板燒了 可然後主板燒了這幾個字 無論如何都發不出去 多次嘗試之後 收到了平臺的違規通知 你猜怎麽著 是因為其中的後祖 有末代君主的意思 有諷刺習近平是末代皇帝的寓意 所以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是E 大家猜到了嗎 總是有一小撮覺悟不高的同志 試圖用資產階級腐朽的新詞 來挖社會主義的牆角 不過面對習主席天才弟 具有創造性的敏感詞屏蔽 所注入的正能量 他們卑鄙的企圖再有多次遁場 還有一類的政治敏感詞屏蔽 甚至都影響了一些人的正常生活 比如有一位叫徐曉某的人 在京東快遞上買東西 可結果到了填寫收貨人姓名的這一欄 出了問題 無論如何都無法提交 系統提示 您提交的信息中包含敏感詞徐某某 請修改後再嘗試人家就叫這個名字 你叫別人怎麼修改啊 而後又有人嘗試了以習某某和李某某 都遭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這類情形可以說已經嚴重的影響到了 一些人的日常生活 說到這裡 我不得不提到 中國著名的軟件公司字節跳動 過去旗下的一款軟件 其實字節跳動最有創意的軟件 並不是抖音 而是一款被政府強令關停的 名叫內涵段子的APP 內涵段子被關停的原因 是因為有不少段友 常常以完全不帶敏感詞的段子 來諷刺時政和政府 那這個可高級了 即使敏感詞屏蔽也拿它完全沒有辦法 比如有這樣一句 以前看歷史書看到農民起義 覺得說哦起義了 現在想想真他媽牛逼 他們竟然敢起義 於是就有人腦洞大開 聯想到假如說三國時期的劉關章三人 生活在今天的中國 面對敏感詞屏蔽 他們將會如何謀劃起義 並且還原了這樣的一個情景 一資料 production 好 更夸张的事情还有 中国的一位历史学家蒋庭福 出版了一本史学名著《中国近代史》 由于书内包含了大量的敏感词 出版商不得已为其印刷了一个解本 用口口口来代替那些敏感词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本书 第七节口口口贯彻总理的遗教 革命的重担从此就移到了口口口同志身上了 口口口的事业是读者们所熟知的 现任国民党总裁的口口口 他认定偏左的口口主义 近年口口口鞭策全国 向近代化这条大路上迈进 有些口口分子另怀阴谋 整本书看完我感觉我啥也没看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一类美感词 是完全以英文字母所代替的 比如政府ZFZG代表中共NMSL代表你忙死了 想说这些简单的大家还都能看得懂 但是最近在微博上大量出现了四V这么一个代替词 我是费尽了脑汁 头皮脑破都想不出来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于是只好求出微博的力量 有网友做出了解答 四个V代表两个W WW就是弯弯的拼音开头缩写 四V也就代表了台湾 哦我突然就全都能看懂了 发自内心的感叹 这帮熊孩子都可以去编摩斯密码了 只要有超过两个人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不同的思想碰撞 那么中国14亿这样一个人口大国 对某个执政方针有不一样的看法 其实相当的平常 可是某些人为了阻止人们对习近平发表意见 代指习近平的词汇 在疫情开始的两个月期间 就有五百多个被屏蔽 并不是网民们的智慧操群 被屏蔽掉的其实也不是关键词 而都是实实在在的名义 那么习总书记所谓的注入正能量的本质 无非就是面对你的质疑 我不和你辩论 我逼你咽下去 强制性的把他所谓的正能量注入到你的体内 那么这种行为并没有偏离强奸犯 宋山木口中的正能量所表达的意思 完完全全就等于构成了思想上的强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